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呢,又来给大家上课了 刚货,刚货,刚货内容 首先呢,今天要讲的课题就是说 什么样的狗需要什么样的训练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每次狗都有自己的性格 我已经讲了,就算是同一种品种 你也需要有不同程度的这种训练 那首先我要先说 什么时候你该对狗狗有特别严厉的训练方式 这种狗它必须是工作权 而且是那种非常自信 非常自负 非常骄傲的那种工作权 比如什么,精权 收救权 或者各种这种就是需要大运动量 或者是冲啊跑啊 这种那种IGP那种工作权 你就需要对它有非常严厉的训练 因为这种狗 如果你不给它训练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个疯子 它会变出攻击性,地盘意识,各种那些发生的东西都会来 因为它没有一个纪律性 它会觉得自己就是独一无恶,天下无敌 你当过了那个环境年纪,你的训练就训不了它 但是你过于严厉的训练 或者说过于高压的训练 会不会给你的狗狗造成一些心理影响 对,这就是我要说的 对于这种精英级别的工作权 不会 但前提是它必须是精英级别的工作权 如果它承受不了,它接受不了节目训练 那基本上它就只能是淘汰 对吧 你讲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像运动员嘛 运动员也是千锤百练 对吧 运动员千锤百练 然后万里挑一才能成为世界冠军 那你如果接受 连那种基本的就是 艰苦的训练如果都坚持不了的话 对不对 那你可能跟运动员这个职业是 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差不多是这个道理 那有些人他确实是没办法 没办法就是看这些重负 但是精英级别的运动 运动权 那是两回事 那同样的 你就是人类吧 精英级别的运动员 他们也是活力旺盛啊 怎么样东西 如果没有把他们引导好的话 那他们很可能就会变成蛊惑仔啊 因为他们能打嘛 身体素质好 能打 那可能就会变成蛊惑仔 差不多就有点类似于那个道理吧 我会说 所以你需要给它良好的引导 良好的纪律性 那这种狗 对 就是需要非常严厉的对待 当然了 这个严厉的对待 跟打狗没关系 是你态度 我这里讲的是态度 还有一些 你当然会运上一些训练工具啊 什么这些东西 这不是old school的打狗 old school的打狗 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我不太相信 至少在美国没有见到 有old school打狗的训练方式的 好 那第二种就是我们训练 宠物权 宠物权 那宠物权其实是更多是引导为主 那同样的 你要根据他的性格 那有一些可能强势一些 有一些弱势一些 然后你要根据他的性格去调整这个所谓的正向训练和附加强 什么叫附加强呢 就是说惩罚就附加强 对不对 那什么样的叫惩罚 叫惩罚呢 就比如说他在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去阻止他 你给他很重的语气 那比如说下头他莫名其妙自己就下来了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就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比如说我说 呃 我看一下啊 啊 就和他就是莫名其妙撞头 我说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反正他就他就听了 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有的时候要 虽然他什么也没做错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嗯对于穷物犬的话 你要根据你自己家狗狗的这个性格来决定你的这个程度 反而这种情况下会比较难搞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一个专业的训练师做一个性格测试 来看一下你的狗狗他是需要什么样的 你知道 呃 这个这个训练 像我在现场咨询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一些狗狗 他本身性格就特别特别活泼强势 那我就会说 你可以给他一点惩罚 然后我也会教他们正确惩罚狗狗的一些手法什么东西 然后呢 啊 当然让他们注意力道 这个东西不是打狗啊 这些还能强调一下 不是打狗 但是前提是狗狗 他这只狗狗 他能 呃 接受得了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非常胆小的狗狗 那这种狗狗其实是最麻烦的 因为他们这种我们都可以称之为special need 因为非常胆小的狗狗 你要训练他的话 那基本上就只剩下正想应当 因为你都不能骂他 你骂他他会就这辈子都胆小 他永远都嗨不起来 活泼不起来 哪见什么都害怕 这种就就就相当可怕 其实我宁愿是什么 我宁愿训练就是像警犬那种精英级别的警犬 为什么那些狗好凶 因为他们砍 那个砍鸭你知道吧 而且这种狗你还有容错率 因为这种狗有时候你对他太凶啊什么东西 他也不会害怕 你有容错率 他也不会给你搞出心理阴影 然后你有很大的容错率 就这个道理 但是那种打着特天生色别小的狗狗 你稍微一下 或者是甚至害怕到说在一起 那我这里有一只 现在在这里底下 给大家看一下 他叫Mori Mori 他马上就要走了 两周前他来到我的 两周前他来到我家 然后做了一个计养训练 那Mori的问题呢 就是那种典型的 非常非常非常胆小的狗 胆小到什么程度 第一天来我家 就死活就是不出笼子 你怎么弄也没用 然后呢 你把它爆出笼子 只要放在那个地方 他就全身在那里面发抖 动都一动都不敢动 然后甚至还会发出这个所谓的就是 就害怕的时候 他会发出那个低吼 那是想驱赶你 这个时候他如果低吼 你怕了 或者你觉得 怎么办的时候 你一旦缩手 你就完蛋了 那他一旦学会的时候 那这个 这个 他就会出现 那还好 这个东西 其实他 他那个 sign非常非常 很容易 我很简单 就可以搞定 那我也给 Mori 就是拍成了vlog 希望之后 就是可以全部剪出来 然后给大家看 Mori的一点一点的改变到 到现在 他已经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孩 大家相信我 他现在只是困了 我今天带他走了一整天 所以他现在只是困了 所以他没那么有活力 那现在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小小小小女孩 那同样的 今天这个视频 就当作是我给 这个Mori 做了一个小预告 然后之后呢 会有关于他一系列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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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og 那Mori 他主要处理的问题 是严重的挑食 非常严重 然后呢 还不喝水 非常不喝水 我看到他那个 尿 尿出来的颜色 我都已经 其实我都已经紧张了 还好到后来喝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 他极度胆小害怕 然后极度严重 缺乏受害 但是之后 我在vlog里面 都会跟大家详细解释 但是Mori 现在也是 非常好 我就觉得 他已经很好了 但是呢 我现在还是在建立 他的这个自信心 什么东西的 所以 对于这种 非常胆小狗 你一定要百分百的 增下训练 你的惩罚 真的是 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 一个不小心 你就会又 又把他搞到 就是整个人 说在笼子里面 不敢出来 所以当大家了解 自己狗 是什么样的性格的时候 已经知道他的 扛压能力的时候 你就要大概知道 你要怎么去选择训练师了 如果你的狗狗 扛压能力很差 然后呢 你又给他找了一个 很off school的训练师 就是拿着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 这美国有一项数据啊 就是说 百分之六十人去训狗 最后都花了圆瓦钱 真的有这个数据 我没有开玩笑啊 因为很多人 他不明白一个东西 就因材失教 就是很多训练师 他就是一套方法 然后我走到黑 然后能训好训好训狗 他也不管 当然我这里不止任何训练师啊 只不过呢 有的时候 嗯 怎么说呢 像美国人 PACO那些训练师 真的就 就挺糟糕的 那些可能就是 刚刚拿了一个训练师证 然后就去 那个PACO PACO上班 所以我 到哪 我都跟人家说 你去找训练师 千万不要去PACO PACO 能在那里的地方上班的训练师 他们的资资 都是特别糟的 可能偶尔会有 那么一两个 会稍微正常一点的吧 然后呢 最后呢 还总结一下 就是说 不同性格的狗狗 看他这个强势程度 然后选择你跟他 你对 你训练他的时候 给他选择这种强度 你平时照顾他的时候 选择这种强度 但是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任何狗狗 哪怕他天生胆小 如果你在他幼犬时期 就是在他成年之前 如果有非常好的引导 去建立他的自信心 去建立他的这个世界观 建立他的这个 他的性格 然后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不砍压的狗 但是等到他年纪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也就变成砍压了 因为他心里是健康的 永远都是快乐 他知道没有人可以伤害他 所以他的砍压能力就大了 这时候 你再对他进行稍微严厉的训练 才会 不会就是说 不会伤害到狗狗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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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胆小的问题吧 就是说 不会让他变得微微弄弄 变得微微缩缩 好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有点红红的朋友 有个留言告诉我 一起点赞 订阅 关注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